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二十八集 四顾剑走了 苦河也走了 它是飘走的 北齐的国师飘然而去 去自己的故土 痛苦地等待生命最后的几日煎熬 天下四大宗师经此一意便去其二 三方势力间的大势对比 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庆国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 从今以后再也不复存在 直到苦河也离开了大东山顶 五竹才缓缓地收回自己塔前的一角 收回了自己无声无息的威胁 在这等时刻还敢威胁庆国皇帝的 整个天下就只有五竹一人 庆帝平静温和地看着他 开口说道 老五 我需要你一个解释 当着五竹的面 皇帝陛下很自然地称呼对方为老五 很自然地没有用震来称呼自己 五竹缓缓低头 半嗓后说道 我不喜欢 是的 这位瞎子宗师在大东山养伤一年多 他似乎记起了一些什么 话变得越来越多 表情也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 也开始拥有了一些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情绪 比如喜欢 比如不喜欢 只是他的情绪表现得比较极端 和他此时脸上的冷漠并不相恰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管你什么一桶江山的霸业 管你什么花了二十年营造的惊天大局 我不喜欢的事情 你就不要做 少爷让我保护你的安全 五竹抬起头来 隔着黑布看着皇帝 说道 你现在是安全的 他有些时日没有称呼范贤为少爷了 庆帝面色平静 并没有一丝恼怒 他知道老五当年和叶青梅在东夷城的时候 和四顾剑有些就议 至于苦河呢 他也清楚 范家小姐如今还在苦河门下 不过那两位大宗师已经废了 马上便要死亡 庆帝并不担心什么 平静看着五竹 说道 老五 跟我回京都吧 五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 片刻后抬起头来 说道 我记起来了一些事情 但没有记起来 那个人是你 那个人自然是当年曾经练过 这个上下两卷无名公爵的人 在范贤小的时候 五竹便曾经对他说过 只是却不记得 是谁曾经练过 今日他才想起来 原来是庆国的皇帝 五竹的脸上 那块黑布显得格外挺直 说道 再见 最后这句再见 五竹是对着 盘西疗伤的叶刘云所说 说完这句话 他一手握着腰盘着铁签 平静地走向了石阶 开始下山 他没有和皇帝多说一句话 也没有对身后这座 住了一年多的古旧庙宇 表示告别 便再次消失在石阶上 所有人都离开了 山顶上只有皇帝一个人站着 今日苦河与思古剑必死无疑 多年大祭得以失险 一统天下的宏愿 便要以此为发端 然而皇帝的脸上 并没有流露出多少喜悦的神采 他只是静静地站着 迎接着天穷上的日头 与威师的海风 显得有些孤独落寞 人在高处不省寒 如今的天下再也难以找到 与他并肩的人 无论是谁 在这一瞬间 都会生出些异样的情绪 然而这样的情绪 并没有维持多久 山顶上活下来的人很多 随同祭天的官员 竟还有大部分都活着 庆庙的祭祀 也活下来了一大半 宗师站虽然玄妙无比 但却异常强大的控制 在一个完美的范畴之内 除了最后的那一记王拳 和那些被碾碎的庙宇 直到此时 山顶上的众人 才从镇惊中摆脱出来 虽然以他们的目力 根本无法看清楚 刚才的那刹那间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四顾剑的剑 眼看着要刺入陛下的身体 紧接着却是四顾剑的身体 像块废石一样 被击了出去 但他们至少知道了一件事实 皇帝陛下胜了 而且胜得异常彻底 什么阴谋诡计 在陛下的实力面前 都显得那样弱不禁风 庆国的将来 必将如同此时山顶上空的红日那般 永不沉默 他们的脸上带着泪水 带着狂喜 跪倒在地 山呼万岁 万岁生中 皇帝陛下一片平静 没有丝毫动容 对第一个站起来的姚太监 轻声说道 通知山下 开始动手 通知院长 开始发动 是 密旨发往燕京 令梅之里暂设正式 西大营押入宋境 令大将使妃 持先前诏书 密至苍州征北营 接受征北军 是 同志学青 卓泽能力若干 赴洛州 告诉他 朕会在侯永志的府上等他 是 皇帝完全没有被今日的大圣冲昏头脑 而是冷静地发布着一道一道的命令 给陈平平的消息必须是最早的 而征北军必须控制住 至于东山路 姚太监一面低头硬着 一面心头发寒 围困大东山这般险恶的事情 如果东山路不知情是决然说不过去 只怕侯总督早已经与长公主有所勾结 看来庆国开国以来第一个横死的总督便要落在侯永志身上了 而整个东山路只怕要被陛下从上到下血洗一遍 难怪陛下要让薛青不远千里从江南派去量力 极其沉稳而有条理的布置下 这一切 庆帝终于缓缓松了一口气 自嘲一笑 摇了摇头 然后走到叶刘云的身前 极为恭敬的躬身一拜 辛苦刘云试书 不等叶刘云回礼 他已经直起了身子 望着场间早已经被洗刷干净的地面发症 洪四祥便是死在那里 却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 不少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洪公公当得起庆帝一礼 场间一片狼狈 然则内庭准备的事物颇多 姚太监领着那些双腿油在发软的官员 从未到的这个厢房内搬出一些物事 开始抄写 开始印喜 陛下行喜已经被小藩大人带走了 但陛下的随身印章还在 既然是秘纸 随身印章自然更为有效 大雨出席之后 东山迎日清 几只白鸽咕咕叫着飞离了山顶 在碧蓝的天空里掠了几圈 便向着庆国的四面八方飞去 只是他们带去的并不是洪水退去后的消息 也不是和平的意志 而是强大君王意志的传递 大东山平平的山顶 一直平静到此刻 却忽然间发出了轰隆一声巨响 没有镇起任何的沙石 却震起了些许的水花 整座山顶中间一片地带 竟赫然往下沉了三尺之地 宛若天神落锤 击石一般 大宗师之战的真正效果 直到此时才显露出它的可怕与恐怖 石势相交 挤压而成的真缘渗入天地之间 竟横生生地与大自然做了一次对冲 改变了大地的形状 皇帝没有去看那个大坑 只是抬着头 看着那些白鸽在天上飞舞 渐飞渐远 一脸平静 无比自信 皇帝依次发布了几套秘纸 然后皱了皱眉头 对姚太监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姚太监危症 脑袋却是低得极下 生怕流露出半分不适当的情绪 大东山之局是 庆帝以自身为诱饵 诱杀两大宗师 理所当然 他对于天下间发生的一切 都有所准备 比如东山脚下的五千叛军 比如京都里即将发生的谋判 长公主既然有能力 购置如此大的局面 当然不会错过 一举控制庆国的机会 这个机会啊 是皇帝赐予他 当事态发展起来之后 如果想让庆国保持平稳的发展 远在东山的皇帝 似乎只有赶回京都 以无上权威 稳定京都的局面 这一个选择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言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帝在江北一路早已服下了州军 没有牵涉到舒密院的调动 全部是与薛青 及江南路总督暗中谋划 自然不会惊动秦家的势力 有这样一支扶军 大东山脚下的五千叛军 何足为道啊 所有的谋判者将皇帝看作了陷阱中的猛虎 却没有想到这支猛虎 其实一直站在陷阱边上 冷漠地看着那些猎人 纷纷失足 如果庆帝想赶回京都 强行压下内乱 并不难做到 然而皇帝与陈平平在御书房前 这个公主旁两次对话 定下此次大计之初 他便没有想过 一旦了结大东山之事 便用大军扫荡东山路 再班师回朝收拾朝政 大东山仪式虽发生在滨海之盼 但影响却扩散了整个庆国 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大东山仪式经过长久的谋划 首要的目标 当然是去除庆国一统天下 最大的两个障碍 这便是所谓外患 然而外患已除 内忧如何呢 这是皇帝的一个机会 用自己的死 去诱出朝廷里 所有不安分的因子 那些平日里 看似对自己忠诚无比的大臣 一旦知晓自己死亡 还会不会遵循自己的遗旨 对于朕 可还有丝毫的敬畏 引在暗中迷雾里的小人 此时可会跳江出来 正如皇帝陛下 一直对范贤恩和几个儿子强调的那般 他看人 守重其心 而眼下的京都局面 无疑是试探人心最好的机会 皇帝站在盘坐疗伤的夜流云身前 面色平静 眼角 微有皱纹 他对姚太监说的事情很简单 再传旨意 与陈平平封锁消息 要将范贤和叶崇一道封锁住 这是皇帝如今最信任的两个人 皇帝便要看他们最后一次 一旦范贤与叶崇通过这次心理上的考验 便能得到他最绝对的信任 只是此时东山绝顶上的皇帝陛下 真没有想到京都的局势会危险到那种程度 而宫里的人们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他的妹妹会强悍到那种地步 叶刘云叹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如果不敢回京都 只怕会出大乱子呀 欲大智必先打乱 以血雨腥风洗出黄沙之中的金子 打造一个上下一心 铁桶一般的大庆朝 才能为两三年后的统一大陆战争 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样的代价庆帝并不以为义 只是他也没有太过低估自己的妹妹 知晓如此一来的 整个庆国只怕都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这片江山是朕打下来的 皇帝冷漠地说道 就算云锐在京都坐稳了 朕一样能打回来 此言一出 皇帝不负多言 咳了两声之后 便在姚太监的搀扶之下 缓缓向着大东山下 那座满市血污山门行去 此时令箭已起 山脚下厮杀之声右坐 随同祭天的官员与侍从们满脸惊慌的随同下山 早有数人做好担架 谦卑无比地扶着夜流云躺了上去 虽然这个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异常缓慢 虽然远在京都的陈平平早已安排了一切 虽然监察院足够强大到封锁东山路 一应真实消息的外泄 虽然皇帝算准了在谋判之初 自己那位骄傲疯狂的妹妹 便会将自己的死讯传回京都 将整个事态推到一种无法回复的疯狂局面 是的 公贤悸动便无再回的道理 长公主既然发动了大东山之势 不论皇帝是生是死 她都必须以皇帝已死的心境 去处置京都内的一切事宜 这便是孤注一掷的疯狂 然而苦河和四孤剑毕竟活着 山脚下的五千叛军和海上的焦州水师叛军 无法全灭 最多再过七日 大东山的真实情况便会传出去 以两地的距离 以及监察院这个沿途拼命封锁的这个能力来看 约莫三十几日后 京都的人们便会知道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而那时长公主想必已经发动了这个十几日 京都呢也不知道能不能守住 皇帝一面沉默地向着山下行走 一面想着一切 他虽然自信 可依然不希望自己的京都 自己的庆国会出现太大的动荡 然则两相比较 他依然愿意冒一次险 却看看人们藏在最深处的真心 看看人们的能力 尤其是范贤的能力 看看范贤究竟能不能体悟军心 替皇帝将自己的家园看守住 他没有想到 范贤打了很漂亮的一仗 却被长公主用更漂亮的手段竖住 范贤最终猜到了陛下的心思 然而他守住那片京都家园所用的手段 却是皇帝万万没有料到 也不想看到的 因为皇帝算来算去 仍然算漏了一点 那便是太后的态度 这位以孝顺文明天下 号称以孝治天下的这个皇帝 忘记了自己的母亲 其实和自己一样 永远将庆国的江山和皇室的存续 放在第一位 比除了自己以外 任何人的性命都要重要 不过下山之前呢 这位刚刚获得了人生最大一次成功的皇帝陛下 依旧冷静地下达了最后一道旨意 升秦山下叛军领袖 山下那位黑衣人虽然不是大宗师 但在庆帝的心目中 却是另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王启年低着头在漫天的风雨之中 沿着密林向山下逃亡 当苦河的第一掌印上红老太监胸口之前 这位见机极快的这个监察院官员便趁着众人不在意 偷偷溜下了山顶 他号称监察院双翼 当年是纵横东移北齐的江阳大道 做起这等偷鸡摸狗的动作呢 着实有几分犀利 树叶锋利的边缘在他的身上划过 虽然无法划破监察院特制的官服 可依然令他心惊 他不知道山顶上会发生什么 只知道这样的场面不是自己这种层级的人物应该窥探 应该好奇的 在他看来啊 皇帝陛下死定了 没有人能够在三大宗室的河宫下生存 所以他第一时间决定出逃 他的想法很简单 要在第一时间内将这个惊天消息传到京都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碰到此时也在逃亡途中的范贤 可至少要通知陈远长 跳过了一个山凹 他激紧地借着风雨和树木的遮蔽 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山腰 然而此时 他听到了山顶上的一记闷雷般的响声 然后是鸟鸟钟声传来 正是庆帝轰杀的王道杀权 以及四顾剑重伤身体撞上 这个古庙同中的那刹那 王启年愣了愣 继续低头下潜 然而没有走多久 他感到身后出现了一丝动静 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体藏在了一堆草丛之中 远远地望着那道斜斜的石径 石径上走下来两个血人 那个年轻人王启年很熟悉 是在江南相处甚久的王十三郎 那他背上的是谁呢 王启年瞪大了眼睛 听着那两个血人之间有气无力 却十分滑稽的对话 终于知道了王十三郎背着的人物是谁 那位断臂的血人 是十三郎的师父 王启年呢 是范贤心腹之中的心腹 连箱子的事情都知道 自然也知道王十三郎的真正身份 王十三郎是东一城四顾剑的关门弟子 那他的师父是谁啊 那他的师父就是四顾剑啊 王启年惊骇得眼瞳猛缩 大气都不敢吐一声 只敢这样静静地看着这一对 奇妙而悲哀的师徒 一步一步地沿着师家 往山下走去 扮上之后他才回过神来 却依然有些失神 今想山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这世界上有谁能够将四顾剑 伤成如此模样啊 还没等王启年从惊叹这个中苏醒过来 有一个蚂蚁身影 用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半悬空一般从山上飘了下来 王启年看着这一幕闲些吐血 苦和大师这又是怎么了 法术啊这是 可看这老兔驴的脸怎么像是一个僵尸呢 接连两位大宗师就这样 从王启年的眼前走过 而且走得如此颓然 或许他们已经发现了王启年如田鼠一般的潜伏 可是此时此刻 命不久矣的二位大宗师 怎么会有余心去理会他呢 但是王启年却受到了无穷的震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才过了一会儿功夫 先前像天神一般杀至东山顶上的两位大宗师 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呢 许久之后 他颤着腿站直了身体 回首向着这个高耸入云的东山绝顶上望去 心想 难道陛下胜了 他此时或许应该回山顶 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 然而他心中的震惊和一些隐隐约约的记忆 催动着他的双腿继续向山下迈进 过午入夜 山下杀生四起 四处逃难 引在暗处像蝙蝠一样躲藏的王启年 终于趁机突出了战场 也终于明确了那个事实 陛下还活着 而且活得很好 叛变已经失败了 大宗师们 惨了 在这一刻 他自作主张下了一个决定 不再跟随几天的队伍 而是用最快的速度 向着京都的方向奔去 他必须告诉范贤这个事实的真相 提供小范大人可供参考的背景资料 才能避免范贤在京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王启年是监察院官员 是皇帝陛下的臣子 但他最肯定的身份只有一个 他是范贤的亲戚 他知道范贤太多的事情 太多的心思 他很害怕范贤会因为陛下的死亡 而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 就像浇州水师大将许茂财 在船上劝说范贤所做的决定 不知为何 王启年猜到了皇帝陛下的心思 他十分惶恐 十分替范贤担心 十分替京都内的所有人担心 所以他用最快的速度经历了无数波折赶回了京都 抢在监察院之前 抢在长公主的眼线之前 怀揣着这个注定震惊天下的消息来到了陈元 他是天底下第一个将这个消息传出来的人 然而他终究没有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因为监察院那位老脖子 很直接地将他给绑了起来 堵住了他的嘴巴 没有给他任何传递消息出去的机会 老脖子在知道大东山情况后的那几日里 只是多了一个习惯 他时常对自己的老仆人叹息 说 要知道 要让一个人死亡 是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